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在去年3月 台北市某一家私立大学的实验室发生火警 但现在案情有了突破 最主要是因为火调哥的人员 财政的时候发现了异常 才知道48岁的张姓嫌犯 他把这个实验室当作了毒窟 身为生计公司负责人的他 利用自身化学器的优势 再以开发新药为理由 成租大学里面产学合作的实验室 充当制毒工厂 还记得去年3月台北市私立大学实验室 突然期货 现在一查背后的期货原因 竟然是制毒工厂惹的祸 现成查扣大量的制毒器具 原来当时嫌犯制毒过程中酿成火警 48岁的张姓祖贤 是医药生计公司负责人 108年打着开发新药物名义 向台北某私立大学成租产学合作实验室 全安会曝光是因为火钓科人员 在过程中发现毒品残渣 尽管每半年审查一次 却都没有发现异状 张姓祖贤 起初以一个月4万元 乘租一间实验室 事后扩大经营 一个月至少12万的租金 转而乘租两层楼的实验室 没想到警方居然在里头搜出 3000公斤凯他命原料 三百公斤成品不法获利超过四点五亿元 警方事后向上追查才发现张姓祖贤 不只在大学制毒 同伙更在高雄上买坪的制毒工厂制毒 任账聚货 现场查出三级毒品凯他命 以及三十公斤的制毒原料 一箱箱制毒铁证摆在眼前 嫌犯想赖都赖不掉 贵为生技公司董事长 张姓祖贤因为有化工背景 竟然从生技公司老板 跨足毒品生意 宛如台版绝命毒师 以为隐身在大学实验室里 就能神鬼不觉 还加速制毒制成 最终还是和另外七名共犯 一起狼狈落亡 华视新闻传媒 虎正伦综合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喔 站起来